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哪个人体恤啊 连腿毛都这么牺牲 一点胡子都不眨 如果以后日子都是这样 我也太惨了吧 你们作为云上学堂的堂生 每个人需要完成的任务 就写在你们手里的这份密令上 那万一完成不了任务 会怎么样 脱光衣服 跳进荷花池 一个人 特别是堂生 上了战场就不可以放弃跟逃避 我会像你这男子能做到的事情 女子也可以 去追求你自己想要的东西 去改变你认为的不公寓 真正的强大 并不是要向别人证明什么 你要让所有瞧不起你 都对你刮目相看 不要辜负大家对你的信任